在台湾 观光局发布中华民国2016年来台旅客消费及动向调查 显示来台旅客的观光消费在各个市场都呈现负成长 尤其以陆客减少了12.81%的影响最大 其中又以购物费较上一年减少19.77%最多 现在陆客每天每个人在台湾的购物费大约654元人民币 万克龙旅行社总经理吴嘉宜说 包括在阿里山 在日月潭最著名的这些景点里面来讲的话 整个游客数是完全的一个衰退 就以前我们在那个地方其实说着有的时候要人挤人 包括你旁边听到的口音都是来自大陆全省各地的口音 但现在的话大概都是以我们台湾的民众在观光旅游的比例是偏高的 所以这个冲击是很明显的 调查指出观光客在台的消费包括旅馆内的支出 以及旅馆外的餐饮费 以消费力而言 日本旅客的消费力最高 其次是新加坡 再来是陆客 但若从购物费来观察 大陆人花在购物的费用平均每人每日654元人民币最高 其次为香港澳门每人333元 第三名是新加坡每人311元 旅行工会全联会理事长徐扬哲说 我们当然站在工学会的立场 我们尽量跟大陆来做游说 希望他们不要因为政治因素影响到我们整个观光产业的升级 根据统计 去年来台的陆客有351万人次 依然是来台旅客的最大宗 但相较2015年的418万人次跌幅16.1% 观光局副局长刘喜玲说 近期我们也透过了一些像我们邀请大陆的网红到台湾来 让他们亲身去体验感受到台湾的人情味 包括台湾的这些风俗民情 让他透过他的眼界在他的网路上面 就是在互联网上面去做一些互动 不过虽然陆客来的比较少 但去年整体来台的旅客仍达到1069万人次 创下历史新高 比2015年成长2.4% 最显著的增长区域来自于泰国 从12.4万增加到19.5万 增幅57.3%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苗秋菊台北报道